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蜜 今天呢 我們的內湖 大家有看到 這是法拉利的展間 我們今天要來幹嘛呢 我們今天是要來看 號稱超跑界 同級車款裡面最強的V16的引擎 跟它的全新車296GTB 好啦 那現在在我身後的就是 法拉利全新的V16中置引擎跑車296GTB 那我們先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它的定位 大家可能會想說 法拉利今年好像出了蠻多的新車 而且頻率蠻高的 其實除了一些市場的需求之外 因為最近也有所謂油電式超跑這樣的動力需求 所以它在產品線上面 它有一點點感覺像是拉開兩個支線 那就油電跟純油分開 那其實296GTB呢 是目前產品線中第三款油電的超跑 那它的動力呢 是2.9升的V6引擎 那講到這裡呢 就可以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為什麼它會叫296了 因為這其實法拉利的車款命名策略上呢 你聽到數字你就可以稍微看 有一點規則 像812就是812匹嘛 那以296來說呢 它就是2.99升的V6引擎 然後6是哪裡來的 就是6缸 那GTB其實就是 Grand Turismo Bellinita的縮寫 Grand Turismo很簡單 就是一個公路狀油 那Bernita其實在意大利語裡面 是一個轎車的意思 但是 你千萬不要以為296GTB 是一台轎車或是GT車 它其實是一台很純正的跑車 你不要聽它是V6的動力 就以為它是入門 它其實在性能上 一點都不入門 那它到底強在哪裡 有哪些特別的地方 我們先從車頭來看 大家有看到嗎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 好像有點很復古 有點新潮的設計之外 它其實有些特別之處 像是這個 有點類F1的 茶盤式的前老流的設計 然後你再看這邊的進氣口 其實它整個地方是有點開放式的 然後有些進氣口 可以做一些系統的散熱 然後 側面 它的線條非常的立體 然後側邊的進氣口非常大 另外呢 296GTB 它的軸距是法律裡面最小的 只有2600mm 比F8 Tributor 還要再少了50mm 所以 這造就相當靈活的操控表現了 那比較多的重點 其實是在車尾 這邊有一個隱藏式的後擾流 它其實有一些海灣式的設計 它是有效幫助 車流在通過車體以後 可以比較平順的往後流走 所以會讓車子在高速的行駛狀態下 比較穩定一點 那其他呢 這邊 這裡 你有看到這一塊嗎 這一塊其實是會升起來 那它在250公里的狀態下 可以提供額外100公斤的下壓力 那除此之外 全車的下壓力表現 在250公里的時候有320公斤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車尾 非常立體 那比較有趣的是 我覺得這一個排氣尾管的樣子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像那個 HDMI的那個插頭的那個POR 那大家肯定會好奇啊 既然這是法拉利第一台 V6渦輪的油電跑車 那它在動力系統的架構上有什麼特別的 除了V6引擎之外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大家可能會好奇 它的油電是怎麼結合的 它的電機其實非常的小 然後是結合在引擎跟變速箱中間 那它體積非常的小 然後它那個 它除了那個電機之外 前面還有一個 所謂的電子式的離合器 它有一個乾式的離合器 跟用一個電子式控制的裝置 它可以自由地切換純電的狀態 跟油電的狀態 那它在純電的狀態 最高有25公里的續航離程 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離程很少 但這是一台法拉利 這是一台跑車 而且雖然說續航離程很少 但是它最高可以跑到135公里 所以在純電的性能上 我覺得已經是相當夠看了 畢竟你不會把一台法拉利 當成一台Prius來開吧 除此之外呢 它在底盤跟電控系統的地方 也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有六項的感知器 還有ABS EVO的系統 這對於車輛的性能 跟循跡性 都有很大的幫助 可以讓你的駕駛表現更自然 然後開起來當然也更爽一點啦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 動力系統的基本架構之外呢 原廠當然也為296GTV 設置了一個 Artenso Fiorano的性能套件 那這次其實是一個輕量化的套件 它除了會有一些外觀 一些卡風鍵 還有空力套件的不同之外 它的玻璃啊 輪框啊 其實都有輕量化 最多可以輕量化到15公斤 這個其實對於超跑來說 是一個相當大幅度的輕量化 而且對於性能也有相當大的幫助喔 好 我身後這個就是296GTV的引擎 跟它的電動的電機 那我們其實重點放在引擎上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 它的角度非常非常的大 已經120度了 那120度 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接近F1引擎的設計的角度 那除了這個角度之外呢 它可以讓車子的重心變低 比到一些輕量化的功能之外呢 中間才是重點 那渦輪本身也有一些優化 它做了一些扇葉的縮小 還有一些軸心的優化 讓它的效率可以提升24%喔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可能會好奇 那這個引擎的性能到底怎麼樣 因為光是引擎 它就有663CV喔 這樣子的動力輸出 那663CV大概是653匹馬力左右 那再加上電動的電機 它總共的中效馬力是830CV 換算起來大概813P左右 它的百公里加速2.3秒 那它的這個性能成績呢 在他們自家的Felano賽道裡面是排名第五 你沒有聽錯是第五 前面是SF90的標準版SF90的敞篷版Lafa 還有一個是812的Competition 再來就是296GTV了 所以你會覺得它是V6就是入門嗎 它的性能可是一點都不入門 而且非常的搶悍 好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296GTV的內裝啦 因為講到插電式的乏力 大家可能第一個會直接聯想到的是SF90或者是ROMA 因為296GTV必須新車嘛 那ROMA又發表時間比較近 大家可能會想說啊 296G的內裝會不會跟它比較像 但其實沒有 因為畢竟ROMA其實在定位上感覺還是比較偏向GTV一點 那296GTV呢它其實就是一台跑車 所以它在內裝的設計架構上會比較簡單 也比較運動化一點 而且它也是承襲一貫 法拉利的一個設計概念就是 手在方向盤眼睛在馬路 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功能都集中在方向盤上 然後現在法拉利的方向盤呢 基本上也已經是用觸控式的 然後比較多的行車資訊 基本上都是整合在全電子的液晶儀表 那再來就是 然後你看到副駕也有一個資訊顯示的螢幕 是可以提供副駕一些參與度的一些感覺 那再來你看到Carbon 然後整個質感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也就告一個段落了 我們今天是用比較簡短快速的方式 跟大家稍微概略一下296GTV 到底有哪些特別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們這次新車發展會 大家分享的內容呢 都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訴我們喔 那也記得按讚訂閱跟分享 然後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們的商片資訊囉 我是Ami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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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